专业 各位身后的是郁中alone 附近很多美国珍费 一间茶餐厅是最终广州比较早的茶餐厅 开了25年 当年它是凭煮香煎鸡扒 收获了附近一种街坊的支持 其实在广州的香煎鸡扒 以香煎鸡扒出名的茶餐厅是不太多的 它是其中一个 所以25年我都没来吃过 没办法,它没有做宣传 所以今次终于过来试一试 很衰 其实在学校附近就一定是煮的 从台湾城衔鸡扒出 这间是热完了 它也没有 demonstrating ok 一定能撐住 就是六粥 我做了很多的东西 其实我们在拍ulated 经过八亭路的时候 没有进来 这 boiling dish 今天也没有吃 快馅 我觉得切割的一菜 这是你们的特色食物 好像已经有20几多年前 有没有装伤过吗? 我看到前面 之前就是那些 可以吗? 第周 你吃什么饭? 你为什么不吃费餐? 为什么你吃鸡扒? 鸡扒 吃饭了 你以前是旁边的学生吗? 不是 因为这家鸡扒很久了 有鸡扒吗? 你有发言权吗? 很多汁 吃得很大 煎得很香 煎得很香 很香 为什么你这么多汁 这么少汁? 因为黑椒是多汁 可以多汁 我也喜欢多汁 茶餐厅 这种杯才叫做蒸水 这种汁才叫做茶餐厅 这种汁才叫做茶餐厅 这杯是26年 这杯是26年 那时候去香港才有的 前两个人拖回来 现在拖回来 拖回来就听到我 哪个汁更好? 蒜汁 不要介意 这是我们正经回来的 23元 今天没有来的汁 有糖水 很大份 然后有汁 今天茶餐厅 20元 很难用那套餐 起码到38元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高的 它应该比较差 告诉你 我始终吃热豆饭 有很多体味 但油香味也不错 这是鸡皮扒 它煎的鸡皮 比较脆 在23元 这个介面 我觉得很好吃 有情怀 有历史 咒脚 这是他们的其中几个特色 他们的汁酱 包括他们的鸡扒香煎 都是自己煎的 其实外面可能有很多地方 那些香煎的鸡扒 甚至是叫人煎 所以他们的口感 和他们的鸡扒 有点不一样 这个应该是20年持的感觉 你这块鸡扒是很大的 但我们上网看 这个价格表 他们100年的时候 鸡扒这个饭是18元 一年升1元 清清的 不错 老板娘 没有加些什么粉 加些粉 很稠 真材实料 这些雪椅会出胶 但你也要给足料才出胶 我觉得喝这个好 比其他酷尼蒸葵 3元一碗 如果要减肥的朋友 你来吃3元一碗 都没问题 我觉得 外边 5-7元 这个奶茶一般 这个奶茶是6元 当然 这里不是传统以上的茶餐厅 他缺失了一些功能 但是他作为有几款可以做主打的 他有他的特色 所以才可以生存这么久 很多老员工 在这里做了十多二十年 都没有走 整个团队的战斗力是绝得到来的 师傅你是不是在这里做了20多年了? 不是 开店到加压了 开店到加压了 哇 你经手的鸡扒都不下千万 哈哈哈哈 万多块 万多块 百万块 百万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位是百万鸡扒先人 他酸也有了 是啊 去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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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做了20多年 是啊 这里有很多学生 哇 你看看 这里不是,都是以前的 我知道是15年 这个是15年的 是的 15年的 基本上就是学生 有三四张 哇 饭堂 果然是名不虚传 就是 只用饭堂 工费了 就没办法了 我们就走 之前这里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还在开桌 外面就满了 我们吃中库饭 已经两点半了 刚开桌 之前是6元 整个广州都未必会有很多家煎的鸡扒 没有 没有 很容易感觉 这里的鸡扒 老爸在这里吃了 生了 儿子 再生了 带着儿子来吃 三代人 前几天 有一个人说 我那时候在这里吃 学生饭堂 我们都度过 那时候你都度过 然后他回来 走过去 我很怀念 你还在这里 然后他说 有碗糖水 就是很怀念 然后我吃了一份鸡扒 然后他说 我刚刚回来 他还在这里 这家茶餐厅 应该是吃了 三代人的了 他的性价比 真的很喜欢 现在虽然见不到学生 但是从那些照片 从基里瓜那些看到 当年很多学生 是很喜欢来这里的 街坊也好 学生也好 对他们 包括对员工 都会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感觉 而且这种的出品 这种价格 是围及了不少人 所以时至今日 他们依然都可以 押纳在这一条白灵路上 是真的不容易的 这里是品诚记 不同朋友有什么关注 下次更新 大家就不会错过